关注财经议题 深度财经分析 财经Plus 财经Plus你好我是Yoga 你好我是小马 今天在财经Plus这个单元 我们除了认识PRS之外呢 也想知道公积金局EPF的现况 那透过电话呢 我们就访问到了财务规划师 Pauline杨东宏 来更加了解EPF的Pauline你好 你好 Pauline我想了解公积金局的会员呢 都非常关注公积金局的年度派息率 那公积金局呢 一直派发超过他所承诺的 最低2.5%的派息率 不过有个现象 2016年的5.7%的派息率 是比2015年的6.75% 来得低了很多的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导致公积金局的派息率下降了呢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的那个收入呢 减少了 比如这个我们的利率 就从3.25%减低到3% 这会减少定期贷券的收入 还有大马股市去年的那个蓝筹股的表现也不大好 所以呢 这也会影响了公积金局的那个收入 可是呢 当我们跟那个其他的国家的公积金 就是退休基金来比较呢 比如新加坡的GIC是4%的那个平均收益 而那个挪威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退休基金 去年也得了5.6% 所以呢 我们比起他们呢 是有更好的那个收入率的 是公积金局的中指呢 就是最低呢 要好像你说的 承诺这个2.5% 对 然后呢 还有连续三年的股息呢 也要比通膨 通货膨胀率高出2% 如果通膨是3%呢 股息呢 就要是5% 所以过去好几年呢 我们看到公积金局呢 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好 那根据2016年公积金局的报告 公积金局海外投资总数占了29% 这是贡献了39%的投资收入 那让整体投资的组合呢 表现看起来更加强劲一些 那Pauline你认为呢 公积金局是不是应该要提高 又或者是减少海外的投资 其实我们马币呢 在过去4年 已经贬值超过40%了 所以就还好的就是 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呢 换回我们的马币呢 就当然是就是提高了很多 可是目前呢 这个海外投资的总 速占29% 我认为是合理的 因为外国的这个回头 虽然高 风险也高 所以而且货币价格起起落落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但是无可否认的呢 就是海外投资呢 的确是更有利可图的 但是公积金局呢 还是要衡量 愿不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毕竟这些都是退休基金 所以呢应该还是要以保为本的 嗯 所以要比较稳健的投资方式 才是公积金局现在可能要做的 是的 那根据公积金局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截至2015年 54岁的会员当中 有三分之二非常多 他们的户口存款是五万令吉 五万块钱以下的 这笔钱可能在退休后的五年内 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花完了 那根据你的观察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缺乏足够的钱 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呢 根据我的观察呢 就是其中我认为 他们可能就是花在这个子女的教育上面 嗯 还有呢就是偿还他们的房屋贷款 还有呢 嗯 也有很多人是支付人士 所以支付人士是没有贡献给这个公积金的 是 而且嗯 普遍上呢 人民呢 也缺乏一些理财的知识 所以呢 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退休生活 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一些规划呢 退休是可以达成目标的 嗯 其实我认为新加坡政府呢 就做得很好了 因为他们鼓励人民买房子 所谓居责有其屋 而且新加坡的房价很有价值 嗯 老人呢 还可以以防养老 把屋子卖了还有一大笔钱 所以呢 就能足够应付这个退休生活了 嗯 可是马来西亚你觉得要从多少岁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金和退休生活是比较恰当的呢 因为现在可能你说二三十岁的时候都是在为了自己而打拼 那要退休生活应该从几岁开始才会去想一想呢 其实越早规划越好 因为当我们累积这个退休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是靠那个负利来增值的 是 而这个负利是越早累积是越有力量的 就是都会达到那个目标的 嗯 那现在公基金局呢 还有一个最新的条例哦 也就是从今年的七月二十一号起 允许会员从第二个户头提款来缴付他们的教育贷款 像是PTPTN 虽然这样呢能够帮助会员来缴清他们的教育贷款 但这样呢会不会影响到退休后的存款 特别是针对目前的年轻一代 这是肯定的 而且呢也会影响到买房子 因为第二户头呢本来是可以买房的 可是呢却用在叫这个偿还这个教育的贷款 所以买房的时机呢可能就会挪后 而且由于你拿钱出来了 那么要靠负利来增值的力量就减少了 就拿个比方说 假如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呢 拿出一万块来缴付这个贷款 交易贷款 那三十年后呢你就会少拿这个五万七千块钱的 因为这个负利呢是很就是很抛肤的 它的那个靠的呢就是利滚利 然后小钱呢就滚出大钱出来了 那你自己是非常鼓励 如果拿第二户头做其他的一些投资 因为现在可以可能拿出来拿投资基金 或者就是拿来买房子 这一些你都觉得是应该做的 是因为这些都是会增值啦 比如投资在这个股市呢 股市是那个长期的回报率是比那个银行利息来的高 然后呢这个房屋呢也是长期呢也是那个增值也是很大的 但是来偿还这个贷款 教育贷款呢就是一个expenses 可是这个是政府推出的一个政策 现在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拿另外笔钱来还这个ptptn或者教育贷款 那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真的是需要偿还的话呢 那你当然是要偿还这个教育贷款 然后呢可能投资方面的呢就是要靠家人的帮助 比如父母 现在很多父母呢都是很愿意为孩子出房屋的那个第一个头期 所以可能就是要靠家人的那个帮助来达到你的那个投资的目标 好 明白 今天非常感谢Pauline给了非常多的一些忠告和经验 希望大家在EPF的存款里面呢 有着非常多的一些钱 那在退休过后就不用去筹退休后的生活费是怎么来的 今天非常感谢Pauline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感谢你